嗨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美银 那么今天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技巧 我来告诉大家 但是我不保证我自己能够玩得出来 赶紧赶紧 报警好厉害 那么刚才可能是被小迷你路的机器人给发现了 然后他把大路的给叫过来了 那么交给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个什么呢 还是蛮好玩的 就是在这边 稍微等一下我先去把那个叫什么来着 先去把罗德给叫过来 报警了 然后罗德 罗德呢 我是来找罗德来给大家演示技巧的 但是罗德怎么不见了 好烦 好了别慌 我这边是把罗德给引过来了 然后上一次我不是在这里说有个位置可以躲它吗 然后我们这边来可以把罗德引过来 然后他直接奔向粉色萃取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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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次 为什么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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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全不给面子 好吧 那么今天的一个测试失败了 失败了 但是我这边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小技巧 一个小技巧 非常有用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来 那么就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门 打开之后这边会形成一个夹角 对吧 这个夹角 大家可以看到把门打开之后 这个夹角我们是进不去的 对不对 那么我就 想了一个点子 就是我们把小命令罗德 你看 我们把小命令罗德给引过来 没事 我们把他随便给他垫一下 他就发呆了 发呆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他挤 然后我们就把他给推 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把他挤在角落里面 大家注意 这边我们再把门一打开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牢笼 知道吗 形成了一个牢笼 当然这边如果我们有多余的空间的话 还可以放入第二个小命令罗德 好 这边我们把这第二个小命令罗德 也给挤进去 这边好像出来了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再挤进去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在这边再等着 你看 等他烟冒完 你看里面的一个清洁公米领罗德 他已经就是对不对 他已经就是修复好了 但是他完全被卡在这个陷阱面 完全动不了了 那么技巧就是这个 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大罗德 大罗德的花 我还要想一下办法去 看能不能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夹在门后面 但是这个 暂时我没想到好的办法 把它扔了一下 他好像是晕了吧 晕了吧 果然 他没有反应了 应该是晕了 好吧 他又醒了 救命救命 我们快跑吧 快跑吧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好惨呀